在上一个特别的挂项的解读中 我们解读了新中国的建立 以及新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 所犯下的错误 还有这个错误所斥育的时间 而我们中国的社会 也在经历了99年成大错的动荡之后 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到来 全国人民也都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投入到了 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了 整个国家和社会 也都呈现出了一片和平稳定 信心向荣的局面 不过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的改革开放 是被形容为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常识 也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机遇与挑战一直都是存在的 那么随着改革开放 我们国家除了获得进步和繁荣之外 还将会面对哪些危机哪些挑战呢 其实这个问题 推背图第42项 就为我们做出了详细的语言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解读一下 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解读推背图第42项 其实这一项是我所看到的 大家解读推背图挂项最离谱的一项 无论是在网上 还是在一些解读推背图的书里面 往往都把这一项解读为 文革大革命中的江青 以及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更有甚至 还有人把这一项解读为 中国的抗美援朝 首先我们先来看 说这一项是预言中国抗美援朝的这种说法 在我解读推背图第一期视频的时候 就说过 推背图所预言的对象 是以中原政权 中原王朝为主体的 而且所预言的事情 也都是发生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 足以影响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 对于那些发生在境外的战争 或者一些远征军之类的战争 推背图从来都没有涉及过 所以 这个认为推背图第42项 是预言抗美援朝战争的说法 首先就不能成立了 那么另一种说法呢 也就是这个卦象里面的女人 到底指的是不是江青呢 其实如果大家看过一些 解读推背图的书籍的话 就会发现 基本上许多书里面 都会把这一项解读为 文化大革命中的江青 而且不只是这些 解读推背图书籍的作者这样认为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 在家里 听大人们讲推背图的时候 也把这一项解读为 是在语言江青 那么这一项 究竟语言是不是江青呢 而推背图第42项这个卦象 语言又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现在就要研究一下 我们来看这一项的内容 他的图像是一个女人 抱着一个琵琶 脚下蹲着一个兔子 地上放着一把弓 他的衬言说 美人自西兰 朝中日渐安 昌公在地 为而不为 宋约 西方女子琵琶仙 娇娇衣裳 色更鲜 此时混击 居朝市 闹乱君臣 百万般 在我们开始解读这一项的时候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习惯 首先从这一项的图像开始解读 我们来看这一项的图像 其实从这一项的图像里面 包括这个卦象的衬言和送言 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都是围绕着一个女人 所做出的语言 而我们也都知道 在中国的历史上 由于过去 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 所以基本上 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 都是由男人们主导发展的 女人们很少能够有机会 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而在推背图中 预言女人的卦象 也是寥寥无几 所以 正是因为 这个卦象预言的是一个女人 所有预言的事情 也都跟女人有关 所以 我们在解读这一项的时候 就要紧紧抓住女人这个线索 来进行研究和解读 那么 如何解读这一个 预言女人的卦象呢 我们还是采用我们经常使用的老方法 在已经发生过的卦象里面 去寻找答案和规律 我们知道 在推背图全部60个卦象中 预言女人的卦象只有7个 它们分别是 推背图第三项 推背图第五项 推背图第18项 推背图第31项 推背图第36项 推背图第42项 也就是本项 以及推背图第51项 也就是这7个卦象 以及图像中的这7个女人 所以 我们现在就来仔细看看这些卦象 我们首先来看 推背图卦象中 第一个预言女人的卦象 也就是推背图第三项 我们可以看到 在正向的图像中 一个女人侧地站着 手里才拿着一把刀 哼在身前 有一种碧泥天下的感觉 关于图像中的这个刀 我们在之前解读 推背图卦象的时候说过 这里的刀指的是国家政权 而图像中的这个女人 手里拿着刀的代表 她掌握了国家政权 从哪的衬言 日月当空 赵林下土 扑朔迷离 不闻义武 可以知道 本乡衬言 其实预言就是武则天 因为日月当空 就是祖字而成为了一个赵字 这个字也就是武则天 为自己取的名字 而不闻义武呢 也就是武则天的姓氏 我们再看这一项的宋言 从参变空王色相空 一朝重入帝王宫 可以知道 这两句宋言 其实就在预言 武则天曾经出家维尼 最后有冲返皇宫的一个事迹 而一只拔尽 跟幽仔 窝窝趁机 舒适雄 则即预言了武则天 大肆杀戮 理性宗士的残酷手段 也预言了武则天 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 所以从这挂象的图衬送中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一项不但预言了图像中的 这个女人武则天 是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女皇帝 也就是她的身份地位 而且还预言了 武则天的姓氏 名字 以及武则天的事迹和气概 接着我们来看 下面一个预言女人的挂象 也就是推背图第五项 从这挂象的图像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女人躺在地上 旁边放着一个马鞍 一部史书 其实从这个图像 我们也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项预言的是 暗史之乱 以及唐宣宗逃亡四川的时候 在马尾坡发生的马尾义兵变 图像中 躺在地上的女人 其实也就是 本相所预言的主角 杨贵妃 以及她在这次兵变中 香消玉淫的历史事件 她旁边的马鞍和史书 则是代表了 发动安史之乱的 叛军头子安禄山和史思明 而这一项的衬言 杨花飞蜀道南 不但预言了图像中的女人 杨贵妃的姓氏 还预言了 他们逃往巴蜀避难的一个事件 而且从宋言 与杨拼骨过通关 此日君王姓剑山 可以知道 这两句宋言 不但预言了当时的局势 还预言了图像中的这个女人 她的身份 也就是她是与君王联系紧密的人 而且后面的宋言 沐义若逢山下鬼 定于此处藏金环 不但沐义组合而成杨字 再次预言出了杨贵妃的姓氏 而且金环 也在暗指杨贵妃的名字 玉环 并且山下鬼 祖字暗指 鬼字 则指的就是马尾坡 也就是预言发生了兵面的地方 马尾义 也就是说 这两句宋言 完整的预言了 马尾义兵面和杨贵妃遇难的 一个历史事件 所以这个挂像 同样也预言了图像中这个女人 她的身份地位 她的姓氏 名字 以及她的遭遇 也就是她的事迹 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项 预言女人的挂像 也就是特别图第十八项 在这一项的图像中 一个女人 单独在一个屋子里面 脚边蹲着一条小狗 而从这一项的衬言 天下之母 金刀浮兔 可以知道 其实这一项 所预言的女人 也就是宋朝的刘皇后刘娥 因为这个天下之母 古时候指的就是皇后 是对皇后的一种尊称 比如北七书高笑于列传记载 武成长使何世开 与胡后对作窝朔 笑于见语 皇后天下之母 不可与臣下接手 而金刀浮兔呢 我们之前也都解读过 其实就是由卯金刀 所组合而成的刘子 这也是刘皇后刘娥的姓氏 而下面的衬言 三八之年 治安巩固 以及宋言 水汉拼仍不是灾 立服右主 坐灵台 朝中右剑 拆光照 与内称平 气象开 则都预言了刘皇后的历史攻击 其实也就是她的事迹 所以这一项 同样也预言了 同样中这个女人 她的身份地位 她的姓氏 以及她的攻击和事迹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项 预言女人的寡相 也就是推背图第三日一项 这一项的图片中 是一个女人 对面站着一个像鬼一样的男人 旁边还有一株和苗 其实从这个图像 一个女人 一个像鬼一样的男人 和一株和苗 就可以知道 这个图像 所表达的就是有 和女鬼 组合人生的魏这个字 其实指的就是魏忠贤 那么图像中的这个女人 又是谁呢 从图像中 她们相对而战 也就可以知道 图像中的这个女人 其实指的 也就是与魏忠贤 结为对时的客室 而从这一项的衬言 当图一孽 贵乱宫阙 一男一女 断送人国 也可以知道 这个衬言所预言的 就是图像中的这个女人 客室 是出身公确 并由于魏忠贤 会乱公确 断送人国的一个事情 而且从这个衬言 当图一孽中的当图 还可以知道 其实预言 还是魏这个姓氏 为什么当图 指的会是魏姓呢 其实本乡这句衬言 和图像部分 都是出自三国志中的一端记载 据三国志魏书 文帝记记载 辛亥 太史成 徐之 调魏 戴汉 其实这段记载里面的 当图高 也就是春秋乘所记载的 代汉者当图高也 这个衬言 意思就是 未来能取代汉朝的 一定跟当图高有关 其实关于这个衬言 在汉朝之后的 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 一到了乱世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人 出来加以发挥 胡乱攀附 这里面就包括 丁丁大名的光武帝刘秀 以及三国志纪的 李卓 袁树等人 不过一直到了 魏王曹丕 串汉的时候 这句衬言 才算有了最终的答案 也就是当图高 准确的答案 应该指的就是 曹魏的魏这个字了 因为当图 也就是当道 当路的意思 古时候图通图 高也就是高大的意思 意思是指 古代帝王宫门前 当路而建的 两座楼台 所以当图高 也就是形容高大巍峨的意思 包括后面的 鬼在山和女连 其实指的也是巍峨的巍峨 这两个 其实都在暗指曹魏的巍峨 因为最初的巍峨通巍 巍峨的本意就是高大 所以从这段记载中 我们不但找到了 推背图第三身像的衬眼 当图一念中 当图的楚楚 而且也找到本项的图像中 女和鬼 租成巍峨的来源 并且在后来 当图也直接被用来带着魏这个姓氏了 比如 卑士魏收乱记载 当图着魏 偏偏着蝶言 而这一项的宋言 从这句 忠臣贤士 近尘伦 天启其中 乱更分 可以知道 这里不但预言了天启年间的混乱局势 还预言了魏忠贤的名字 忠贤二字 而后面的两句宋言 纵游胸怀光坦白 乾坤不淑 旧明君 所以我们预言出了这个乱局所造成的结果 所以 这一项 再次预言出了图像中的这个女人 她的一些事迹 她的身份和地位 以及她的通道 或者叫队事 魏忠贤的姓氏名字 我们继续再看下面一个预言女人的挂像 也就是推背图第36项 这一项的图像 是一个女人骑在马上 前面一个女子打着灯笼 路旁跪着一个迎接的大臣 从这一项的图像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一项所预言的女人 其实就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 仓皇西桃的慈禧太后 而这一项的衬言 千千女子赤手欲敌 也就是预言慈禧太后 贸然的对八国联军宣战的事情 而后面两句衬言 不分祸福 灯光闭日 预言的则是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 慈禧太后惊慌失措 分不清是祸是福 并且拒绝了光绪皇帝 留在北京义和的建议 带着光绪帝 仓皇的连夜 逃出北京 逃往西安 而颂言 双权旋战乾坤 海内无端不敬 母子不分先后 希望长安入境 既预言了慈禧太后 大权独揽 旋战乾坤 祸国殃民的一个事实 还预言了 她还是一个执掌国家大权的母亲 其实也就是预言了慈禧太后的身份和地位 当然 解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后续会发现 这一项并没有像前面四项一样 预言出了卦象中人物的姓氏 以及名字 其实这一项 通过我们仔细求证之后可以发现 这一项也像前面的卦象一样 也预言出了图像中女人的姓氏 我们知道 在推背德底三项中 她称原的最后一句 不文义武的最后一个词 预言出了 我得天的姓氏 五姓 而在本乡称原的最后一句 灯光蔽之的日子 其实也预言出了慈禧太后的姓氏 因为我们都知道 慈禧太后是个少数民族 她来自于耶和纳拉氏 耶和纳拉氏是满族中的大姓 也是前较早的姓氏之一 耶和是女真最古老的士族部落之一 因分布于 今吉林省四平市 铁东区境内的耶和河而得名 满族人以地名为姓 故称耶和氏 而纳拉在谋语中是太阳的意思 老满语是满族著名学者 纳拉俄尔德尼按蒙文满语创建的 其字意仍是太阳 而耶和纳拉在满语中 也就是河边的太阳的意思 所以这个日子 其实指的就是慈禧太后的姓氏 耶和纳拉氏 而且在宋言中 海内无端不敬 这个端 其实暗指的也是慈禧太后 因为慈禧太后又叫慈禧端游太后 古时候满族的女子没有名字 包括历史上 也没有记载慈禧太后的名字 我们现在称呼慈禧的这个名字 其实就是来源于她的辉号 西太后在先锋帝死后 从儿子童志帝那里 得到了皇太后的尊号 和慈禧的辉号 因此才被称为慈禧太后 童志帝大婚的童志十一年 也就是1873年 西太后的辉号又追加了端游二子 变成了慈禧端游太后 所以这一个卦象 也同样预言出了 童象中的女人 她的姓氏 她的辉号名称 她的地位 还有她的事迹 以上就是推背图中 预言女人已经发生过 些毫无争议的卦象 我们下面来看 未来尚未发生过的 一个原女人的卦象 也就是推背图第五十一项 在这一项的图像中 是一男一女两个人 单独在一个房子里面 而且从两个人的打扮和坐姿来看 像是夫妻二人 而从这一项的衬言 阴阳和化一正 坤顺而敢 后见姚顺 可以知道 这个女人 很可能是一个帝王的王后 因为阴阳和化一正 随书后非战约 服阴阳兆分 乾坤定位 君臣之道私住 夫妇之意存言 阴阳和则财成万物 夹刀正则划刑天下 游近机远 自家行国 佩天作何 不宜大乎 所以阴阳和化一正 也就是阴阳和则财成万物 夹刀正则划刑天下的意思 这也就说明 图像中的一男一女 就是当时的帝王和王后 而且从他的宋言 虽然女子上钢墙 昆德居然敢四方 重见中天新气象 补年一六 寿儿康 可以知道 昆德一般也就是在带着皇后 是这皇后具备昆卦 也就是大地般的功德 比如晋书 余皇后列传曰 夫昆德上柔 夫道成姑 后汉书 李云列传曰 陈文 皇后天下母 德佩昆陵 而冲见中天新气象中的中天 是指天运正中之一 一般用来比喻圣事 所以 正是图像中的这个女子 其实也就是当时的皇后 温柔贤德 阴阳和和 家道中正来划清天下 昆德后宅 而感化四方 所以重现了圣事景象 当然 我们现在人可能会想了 在如今的社会 已经男女平等了 女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也越来越多了 而且在现在世界上 女性领导人也屡见不鲜了 那么为什么 未来的这个卦象 索元的不会是一个 女性领导人呢 其实从这个图像中的房子 就可以判断 本相索元的女人 并不是一个当权的领导人 而是领导人的夫人 因为在特备图第18项 预言刘皇后刘娥的图像中 也出现了一个 跟本相一样的房子 也是一个女人 坐在房子里面 而这个女人 我们知道 她就是刘娥 她的身份也是皇后 所以从他们两个 都出在深屋内宅的这个特点 也就可以再次证明 他们都是后宫的皇后 因为在古代 一般对于男人的配偶 都因内相称 比如左传《喜宫十七年》 秦侯靠内 多内宠 内必如夫人的六人 晋书五帝立皇后大赦照 以仪行万帮者必须内主 而皇后居住的地方 也被称作中宫或者交房 比如汉书霍光传 姬父子并为将军 由交房中宫之重 皇后亲安女 光乃其外祖 而故专治朝室 由氏与光征权 所以在特别图中 图像中出现 像宫殿一样房子的时候 里面坐着的女人 则肯定是皇后 而不是皇帝 而且从武则天 和次一代后的亨刀立马 可以知道 这些不在内殿的女人 大多都是掌握实权的 实际执政者 而图像中 坐在房屋中的女人 则最多只是在后宫参政 并没有直接大权突揽 旋转乾坤 而且根据之前 预言女人的卦象可以知道 她们一般都会预言出 图像中女人 或者她们丈夫的姓氏和名字 所以同样的规律 本相的衬言 阴阳和 应该预言了 图像中人物的姓氏或者名字 阴者阅眼 阳者日眼 或许可以得出 日月为名这个姓氏 或者是名字 而最后一句衬言 后见姚顺 或许可能指的是顺这个姓氏 而且根据前面的卦象 杨贵妃的名字 魏忠贤的名字 和慈禧太后的辉号 又都是在宋言里面预言出来的 所以 本相图像中的这个女人 她的姓氏和名字 或者她丈夫的姓氏和名字 很可得跟名姓 顺姓有关 也或者名字中带有 名字 或者本相宋言中的 某一两个字 难道说 图像中的这个女人 或者她的丈夫 名字会叫顺明 或者明刚强 所以 这个卦象 同样还是跟 其他预言女人的卦象一样 既预言了图像中 女人的身份和事迹 还可能预言了 这个女人 或者这个女人 丈夫的姓氏和名字 总结完了 推背图中 所预言的七个女人中的六个女人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 那就是 在推背图中 这六个预言女人的卦象中 她们都同时预言了 图像中出现的女人 她们的身份地位 生平事迹 以及她们 或者她们丈夫的姓名 也就是说 推背图 在预言图像中女人的时候 基本上也都是 从这三个方面 来着手进行预言的 而这三个方面的信息 也基本上能够让我们 在这些卦象 所预言的历史时期内 轻松的确定 这个卦象 所预言的这个女人 到底是谁了 所以 我们现在就根据 我们发现的这个规律 来看看 在推背图第42项中 有没有预言出 图像中这个女人的这些信息 如果有的话 那么这个女人又会是谁 我们来看推背图第42项 在这一项的图像中 是一个女人 管理抱着一个琵琶 脚下蹲着一只兔子 地上放着一张弓 我们首先来看 图像中的这个女人 从她的姿态 直直的站立着 我们就可以首先发现 这跟推背图前面 预言女人的卦象里面出现的女人 有着很大的不同 之前卦象中的女人 虽然姿态各不相同 但是圈都有着 各自活灵活现的表情动作 比如第三项图像中的武则天 策略横刀 给人一种避泥天下的感觉 第五项的图像中 所预言的杨贵妃 则是躺在地上的一个女人 很明显是这杨贵妃 命运满为泼的一个事情 之后第十八项 预言刘皇后刘娥的图像 则是一个女子 单坐在一个像宫殿一般的房子里面 说明刘娥是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 在后面的推背图第31项 预言魏忠贤和客氏的图像里面 是一个女人 由一个鬼一样的男人相对而理 其实指的就是客氏和魏忠贤 这一对对事 相互勾结 会乱攻却的事情 之后推背图第36项 预言刺义太后的图像呢 他的图像中 是一个单坐在马背上 骑马出城的女人 这指的就是刺义太后 逃亡西安避难的事情 包括最后一个 幽言女人的挂像 推背图第51项 图像中是一男一女 单坐在宫殿班的房子里面 其实指的是一个帝王 得到了一个贤良淑德皇后的辅佐 从而昆顺而赶的重现了盛世 而现在我们再来看 我们本像图像中的这个女子 就会发现 她除了抱着一个琵琶之外 没有任何的表情动作 比如我们在许多古画中 也能够看到 一般抱着琵琶或者其他药区的女子 大多都是保持着一个演奏的动作 比如敦荒莫高窟的一些壁画 反弹琵琶 飞天追消等等 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看得出来 她们是一个英文演奏者之类的人物 可是本像图像中的这个女人 双手死死地抱着琵琶 面无表情地歹歹地站立着 无论是神情动作还是姿态 几乎跟我们历史上许多 石雕造像一模一样 所以这一项图像中的女子 怎么看都仿佛是一尊雕像 而图像中这个女子 所抱着乐器琵琶也被称作胡琴 胡是泛指我国边缘地区西域的各民族 琵琶又称琵琶最早建于史料记载的 是汉代刘西世明世约器记载的 琵琶本出于湖中 马上锁鼓也 推手前阅批 银手确阅靶 向起古时 因依为名也 所以这种马上锁鼓的悦器 本身就是一个外来悦器 而我们现在的琵琶 也是由历史上的直像琵琶 及曲像琵琶演变而来的 据史料记载 直像琵琶在中国出现的较早 秦汉时期的秦汉子 就是指柄原形共鸣香的直像琵琶 而在南北朝时 通过四周之路 与西域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 曲像琵琶由波斯 京津新疆传入中国 也就是说 这个女人怀里抱着的琵琶 是一个由西域传过来的外来乐器 那么 这个像雕塑一般的女子 抱着的这个琵琶 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 琵琶者 今时四周之鼠也 其实也就是乐器的一种 是用来演奏音乐的 史记太史公自续说 乐者所以一风一俗也 吉姐徐广说 乐者所以敢和人情 人情既敢 则远方殊俗 莫不怀柔像话也 远方殊俗 殊俗是指风俗习俗不同的意思 远方殊俗 则是指风俗习俗不同的远方 而怀柔像话呢 怀柔是指用政治手段 融络其他民族或国家 使归附自己 像话也就是规划顺服的意思 这段话总结起来也就是说 音乐可以敢和人情 一风一俗 让不同地方的人 不同风俗的人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 都来规划顺服自己 也就是说 这个如雕像一般的女人 抱着一个外来肉气 其实是要来一风一俗 怀柔规划一方民众的 而他的脚下还蹲着一个兔子 其实在推背图预言 女人的卦象里面 一个女人脚下出现一个动物 这在之前的卦象里面 也是出现过的 那就是推背图第18项 预言刘皇后刘鹅的卦象里面 图像中的女人 刘皇后刘鹅 脚下就蹲着一条小狗 所以两者对比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同样是预言女人的卦象 同样是在图像中女人的脚下 同样是在图像的左边 都出现了小动物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确定 推背图第42项 也就是本项图像中的兔子 应该跟推背图第18项中的小狗 所预言的意义完全一致 我们来看第18项 在我们之前的解读中提到 刘皇后脚下的小狗 是指刘皇后的鹰犬之一 代表刘皇后比较善于利用 各种鹰犬 各方势力 那么本项图像中的这个兔子呢 也就代表着 图像中站着的这个女人 比较善于利用 像兔子一样单纯善良 又容易被鼓动的一种势力 而且在解读刘皇后脚下小狗的时候 我还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这个信息是我在解读本项的时候才发现的 那就是在本项中 金生弹注解说 此项依女子当锅 肤色上白 大全独揽 极为设计 发现或在某年 此始乱之兆也 发现或在某年 此始乱之兆也 也就是说 这个乱象是从某年开始的 其实金生弹的这个结论 就是根据图像中这个兔子得来的 因为兔子在左边 关于左边 其实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 无论是天然的太阳 月亮等等 都是左生右降 左始又终的一个规律 所以古人就有一左为始的这个习惯 也就是说 本项所预言的这个乱象 开始于兔年 也就是某年 所以根据这个金生弹的推算 我们可以在已经发生过的 预言流瘫后的卦象里面 来验证一下 看看跟这个构图一模一样的小狗 是不是也在预言一个事件的开端呢 我们知道 特别图第十八项所预言的历史时期 是刘皇后临朝称制的一个历史时期 那么图像中的这个小狗 是不是代表着刘皇后临朝称制的开始年份呢 关于刘皇后临朝称制 宋氏 张献明宿刘皇后传记载 真宗崩 遗诏尊后为皇太后 军国众士 全取处分 第一一伟言 于是使同于成名殿 其实这段史料所记载的事情 也就是 前行元年 宋真宗驾崩 刘俄开始临朝称制的一个事件 而前行元年即公元1022年 这一年是任许狗年 所以图像中刘皇后脚下的小狗 代表的正是刘皇后临朝政治的开始年份 于是通理可得 本相图像中 这个女人脚下的兔子 则代表着 本相所预言的这个励志事件 开始的年份 就在某年的推载 和情和理 而图像中地上的宫呢 在我们之前解读 推背图第44项的时候 就已经考证过了 凡是图像中出现宫的卦象 那么他的称言或者宋言里面 必定会出现西方或者四义这样的字眼 而且义这个字 从大从公 会义 公所持也 本身就是指代公之人的意思 其实也就是古时候说的东方之人 也叫东义 后来义这个字 被用来泛指外国人了 所以 有图像中的这个公可以知道 这个女子是一个义人 也就是是一个外国人 解读完了本相图像中所有的要素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一线的称言和宋言 是不是也像提打预言女人的卦象一样 也从身份地位 生平事迹 以及姓名这三个方面 对图像中的女人进行了预言 我们来看这一项的称言 美人自西来 朝中日渐安 昌公在地 为而不为 在这个称言里面 我们首先得到的信息就是 这个美人 也就是图像中的女人 是来自西方的一个美人 而她到来的时候 也是在中国朝局 逐渐安定下来的时候 而昌公在地 这个昌公呢 其实就是图像中的那个昌公 我们知道图像中的那个昌公 代表的也就是义人的意思 所以 由这个称言 我们可以再次确定 图像中的这个女子 是一个西方的疑人 而这个称言的最后一句 为而不为 是指看似很危险的一个局势 其实并没有造成危险的结果 在我们总结前面预言 女人挂项的时候 我们又知道 一般称言最后一句的 最后一个字 则预言的就是图像中女人的姓氏 比如 不闻义舞 灯光闭日等等 而本相称言最后一句的 最后一个字 是为而不为的为字 虽然 通过查询我们可以知道 为这个字 也是个姓氏 但是这句称言 跟之前预言姓氏的称言 有着一个很大的不同 因为之前的挂项中 称言的最后一个字 都是肯定的意思 也就是 有实际意义的一个汉字 但是本相称言的最后一个字 为而不为 后面这个为字 其实是指不为的意思 是对前面一个为字的否定之一 所以这个危险的为字 应该不是像前面挂项称言一样 是在预言一个姓氏的 既然 本相称言的最后一句 所有人不是姓氏 那么本相称言 到底哪些是在预言姓氏 或者姓名的呢 我们知道 其实在推背图 预言女人怪象中 还有三项 他们在称言中 预言女人姓氏 或者姓名的方式 与众不同 也就是推背图 第五项的称言 杨花飞 这句称言就是 语音暗指的 在预言杨贵飞的杨 这个姓氏 还有推背图 第十八项中的金刀扶兔 组字暗指的预言 刘皇后刘格的刘姓 以及推背图 第三十项中的 当图一念 其中的当图 语音暗指 魏仲贤的未姓 而在本相称言中 我们可以发现 里面并没有 拆字组字的情况出现 所以本相中 预言图像中女人姓氏 或者名字的称言 应该是另外两种情况了 也就是像推背图 第五项和第三十一项一样 在第一句称言中 用语音暗指的方法 来预言图像中 女人的姓氏 或者名字了 所以本相称言第一句 美人自习来 很有可能 预言的就是图像中 这个女人的姓氏 或者名字 我们知道 在第三十一项中 当图一念中的当图 其实也就是当图高的意思 是形容古代帝王 弓箭成柔的高大威格 来暗指魏仲贤的未姓 而在第五项中 是用杨花飞这个称言 用杨花来进行语音暗指 杨贵飞的姓氏杨性 而且在这句称言中 还出现了杨这个汉字 所以根据这两项 语音暗指的方法 本相称言第一句 美人自习来 这句话的语音 也应该是在预言 本相图像中 这个女人的姓氏 或者名字的 甚至还有可能 像预言杨贵飞的称言一样 在这句称言中 就会出现 图像中这个女人的 姓氏或者名字 而这句称言 所表达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其实 美人自习来这句称言 所预言的 就是图像中的这个女人 是来自西方的意思 也就是在表达 这个女人的出处和由来 是在描述图像中 女人出发的起点 其实概括起来 也就是自或者由的意思 因为自和由这两个字 都是表示事物的起点 相当于从的意思 比如孟子公孙丑曰 自天子大于庶人 非之为官媒 然后尽于人心 而关于自和由 尔雅曰 由自也 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字 本身就是一个意思 并且在这句称言里面 还出现了自这个字 所以这句称言 很可能跟特辈图 第五项的称言 杨花飞一样 所预言的 本相图像中 女人的姓氏或者名字 跟自这个字 有很大的关系 或者是跟由 从这两个字 也有关系 而这一项的宋言 西方女子 琵琶仙 娇娇衣裳 色更仙 此时混迹 居朝市 闹乱君臣百万般 从这个宋言可以知道 第一句的西方女子 再次确定了 这个女子是来自西方 而琵琶仙 也就预言了 这个女子的身份 也就是说 这可像塑像一样 抱着琵琶的女人 其实是一个来自 西方的琵琶仙女 而这一点 其实也就是本相 跟其他语言女人的挂像 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 因为在前面挂像中 所有语言的女人 她们要么是一个 不闻义武 经过不让须眉的女人 要么是一个 杨花飞 蜀道男 在马尾义 遭遇不幸的女人 要么是一个 天下之母 立夫幼主 做灵台的女人 要么是一个 灰烂功臭 断送人国的女人 或者是一个 赤手玉笛 双拳旋转乾坤的女人 一或者是一个 昆顺而赶 重现盛世的女人 这些女人 她们都是我们看得到 也体会得到的 活生生的人类 她们也都有着 各自的行为 动作 性格 德行 但是本相的女人 却是一个来自 西方的琵琶仙女 也就是说 这个女人 是一个神仙 而且从 娇娇衣上色更前 娇娇白色也 也就是金生弹所说的 服色上白 可以知道 她还是一个 穿着白色衣服的 女性神仙 而且在我们刚才的解读中 我们也都知道 在与本相 比较相似的 第31项中 不但她的 衬言第一句 当图一念 预言了魏忠贤的姓氏 而且在她送言的第一句 忠臣贤氏 近臣伦 还预言出了 魏忠贤的名字 忠贤二字 所以 本相送言的第一句 西方女子琵琶千 有很大可能 也预言出了 本相图像中 这个女人的名字 所以 这个女人的名字 很有可能 跟琵琶或者神仙有关 而她的事迹 本相送言的后面两句 就由我们做出了语言 我们来看 本相送言的后面两句 此时混击 居朝市 闹乱君臣百万般 也就是说 这个穿着白色衣服的 琵琶仙女 后来混击到了 中国的朝市之中 并且闹乱了 全国上下的百万君臣 所以 看到了本相的图像 衬言和送言部分之后 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通过我们刚才的解读 在这一项中 可以到了这样一些的信息 那就是 这样问国家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之后 朝中局势逐渐安定 改革开放 也顺利开展的时候 从西方来了一个美人 也就是来了一个西方女子 而且 这个女子 她的身份是一个仪人 只不过是 在本相的图像中 她把西方仪人的重要标志 长弓 放在了地上 取而代之的 是在怀里 抱着一个来自西方的柚企 琵琶 身上还穿着 颜色非常鲜艳的白色衣服 如同雕像一般的站在那里 而这个琵琶我们刚才也说过了 她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弹奏乐器 所以发出的 也肯定来自西方的声音 而她的作用 也是被用来 一风一俗 怀如规划一方民众的 并且在后来 她还混迹到了朝市之中 闹乱了全国上下百万君臣 而且这个事件 是从某年开始酝酿发展的 更为重要的是 她还不像推背图 其他卦象所缘的女人那样 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类 而她的身份 还是一个神仙 也就是是一个女神仙 或者叫女神 并且她的姓氏和名字 还跟自由从等字 以及批发神仙女神 这些词汇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总结了这么多 关于图像中 这个女人的信息之后 我想不用我说太多 大家都猜到了吧 那就是 推背图第42项图像中 所缘的女人 其实就是来自西方世界 大名鼎鼎的自由女神 而且在我们得到这个结论之后 那也认为 本相是在语言江青的这个说法 也就可以被我们直接否定掉的 因为首先 江青能够呼唤唤唤语的时代 跟本相所缘的这个时代 完全不同 至于挂像 所缘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改革开放时期的事情 而江青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 就已经被捕了 其次是 江青也不是西方人 更不是一个疑人 最后 江青 他终究还是我们这个世界上 扑不通的一个凡人 而并不是一个神仙 所以 说本相 也就是推背图第42项 世代语言江青的说法 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 而关于自由女神 也就是本相所缘的这个女人 确实在我国七八十年代 影响全国 尤其是被无数知识分子 社会精英 民运人士 顶礼膜拜 而她所代表的自由民主 在当时许多精英眼里 也是国家强盛的唯一标准 人民富裕的不二法门 更有甚者是 在许多精英民运 冲向媚外的人士眼里 她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真理 她的思想和光芒 也是揭白无瑕 鲜言耀眼的 所以 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 都应该败倒在她的脚下 接触着她的怀柔和规划 任何反对她的人或者国家 都如同魔鬼一般的邪恶 而事实上 在那个年代 我们国家的社会上 也确实在这个女人的影响力之下 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股自然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思潮 也开始出现 在1978年12月份 随着11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中国改革开放 开始推进的时候 中国社会上各种自由化言论 民主化运动 也雨后春笋般的纷纷出现 包括像西南民主强 八六学朝这样典型的民主化运动 其实也都跟这个女人 自然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息息相关 终于1987年1月28日 反对自然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正式开始 许多精英民运人士的言论 受到了重点批判 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年 1987年 丁宝兔年 一场更大的风暴开始酝酿 一部分八六学朝的参与者 决定继续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 继续传播八六学朝 争民主的主体思想 并有一些活用人士一道 策划酝酿着一场 更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 而且在这次运动中 这个来自西方的自由女神 还化成成了图像中女人的样子 混迹到了潮水之中 彻底的闹乱了全国上下百万民众 那么这场酝酿已久的民主运动 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 而这个女人 又是怎样的参与到了这场运动之中呢 这些在下面的视频中 我将会为大家继续解读 好的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一下 点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我发布的视频 谢谢大家再见